丙姐妹,我们今个星期来到七月训练的第三篇 题目讲到神在基督里,将他的自己建造到我们的里面 这篇信息当时有一个背景 就是在《撒母耳记》第七章的时候 在《撒母耳记》第七章 当时大卫自己住在香柏木的宫殿当中 他就想起耶和华的约柜还住在万子里面 他就有意思为神建造殿羽 好了,耶和华借着伸言者那丹回答大卫 在第十一节他就说 我耶和华向你宣告,耶和华必为你建立家室 明明在第五节耶和华说 你要建造殿羽给我居住吗? 要耶和华的回复就是 我为你建立家室 英文都是同一个字 Housh 然后十二节就说 大卫,你在世的日子满足 你就要与你列祖同水 我要兴起你福中所出的后裔 这个后裔指着 所罗门在历史上来接触你的王位 我要建立他的国 这个所罗门要为我的名建造殿羽 我也要坚定他的国位 好了,奇妙的地方就是 留意十三节下 直到永远 在历史上 所罗门的国位 并没有被建立直到永远 環有到第十四节 那里说 我要作他的父 他要作我的子 这里好像是一种普遍的说法 神要作所罗门的父 所罗门要作耶和华神的儿子 原来在这一段话里 他一面是一个预表 亦是一个预言 如果按着历史来说 这段话是神向大卫所说 预言到要给他一个儿子 所罗门 而这个所罗门要为神建造殿羽 而这个预言里面有一个预表 其实特别是这个十四节 因为他说 我要作他的父 他要作我的子 在《生日圣经》里面 就是希伯来书一章五节 引用到的 在这个一章五节 指着这位复活的基督 因为那里说到 他说我今天生了你 你是我的儿子 我要作你的父 你要作我的子 然后他说神要再将长子带来的时候 所以在这里有一个预表 就是说到 原来所预言的这位所罗门 就是这位死而复活的基督 被身为神的长子 好了 在这个经文的背后 他有一个意思 我们将这个《生命读经》 读给大家听 他说在《撒下七章》 大卫要见到神的殿 但是神就要大卫看见 其实大卫需要神 将基督建造到他里面 因此《撒下七章》 是藉着一个预表 揭示了一个预言 给我们看见 我们无需为神建造些什么 我们都做不到 我们无法凭自己 凭着我们的圣经 我们神学的知识 为神建造些什么 我们需要的就是神 要将基督建造到我们的里面 正如这一段经文里面说到 最后能建造的是所罗门 而所罗门在预表的 乃是这一位死而复活的基督 作为神的长子 进到我们的里面 来有份于这个建造 好 这个基督建造到我们里面 作为我们内在的构成 使我们全人重新的 以基督来构成 所以《撒下七章》简单地说 指明神不需要我们为祂建造什么 我们什么也不是 什么也没有 什么也不能作 因此我们所需要的 乃是基督作到我们的里面 所以请留意 这里引到两节新日圣经 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节 那里耶稣说 他说我要建造我的字会 在这盘石上 在这里耶稣基督是建造的神 他是建造的一位 好了 《以弗所书》三章十七节 那里提到基督要藉着信 安家在你们的心里 那基督如何来建造召会呢 《以弗所书》这里给我们看见 他乃是藉着在我们心里 安家而来建造 好 我们看看这个歌目 第一 终点 那里主要给我们看见是什么 召会 作为基督的身体 要得着建造 这一个建造 在新约里面 乃是一个生机的建造 而这个生机的建造 是借着熟灵的新层代謝的一个过程 好了 这个就是 在《撒母义记》下 七章十二到十四节 这一段话里面 预表对大卫所说的一个预言 就是说 唯有借着这个过程 人才能够变化成为神的儿子 并且属于人性 就是人的后裔 才能成为神性的神的儿子 那怎样看到呢 因为在七章十二节 那里就提到 大卫要在你的福中 你所出的后裔 那一个从大卫所出的就是人的后裔 但请留意到第十四节 他就说 他要成为我的儿子 就是成为神的儿子 那好了 人的后裔 怎样能够成为神的儿子呢 那一面是指着基督 正如刚才所说的 另一面指着我们 就是说到人 直着是鞭花 成为神的儿子 我们在天然的人里面 没有办法有份于建造 但是神要将我们一班人 作成神的儿子 祂要将祂的自己 作到我们的里面 我们就成为神性的 那我们呢 先有份于这个建造 第二终点就说了 他说呢 要叫这个建造能够进行 我们就需要在这儿接受 消化吸收这位生机的 是灵的基督 今天祂是赐生命的灵 作了我们熟灵的食物 饮料和气息 那这个开启于这个约翰福音 约翰福音是生命的福音 不单说到我们重生得救 还说到我们要来吃这个活粮 因为主说 人若吃者粮 就必永远活着 五十七字 他说 要吃我的人 就要因我活着 在六章就说到 吃他 说到以为基督是我们熟灵的食物 好了 到约翰福音七章 主就说 他说 引药喝料 可以到我者类来行 然后呢 他说 他是指着那些将要受那灵的人说的 然后还有约翰福音二章二十二节 主在复活的里面 向门徒吹一口气 就说 你们受圣灵 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 让我们看到基督是我们熟灵的食物 我们需要来吃 基督是我们熟灵的饮料 我们需要来喝 基督是我们熟灵的气息 空气 我们需要来吸呼吸 第一小点 当我们这样来吃 学呼吸基督 我们享受的不是那位历史的基督 不是那位客观的基督 而是那位现在的基督 那我们就在里面有一个新尘代謝的进行 基督就构成到我们的里面 那这个就是神的经论 他就要将自己作到我们里面 那怎样作到呢 就是借着这个熟灵消化 吸收新尘代謝的过程 那我们就在生命上 有一个逐渐的内在的改变 好了 那这个新尘代謝的过程 我们就是圣经所启示的变法 就是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 我们漸漸变法 而这个变法呢 其实就是建造 好 那接着我们来到第二大点 第二大点呢 就是从那个临前 三章那里有段话 那里使徒说到 他说我们是神的同工 里门就指信徒门 是神的奸地 又是神的建筑 坚地就是那个cultivated land 然后呢 神的建筑就是那个building 那在这里给我们看见 生命和建筑 坚地 为着生命在那里掌出来 掌上来 那好了 这个生命的掌 就带来后面 神的建筑 就是建造 那到十二节他就说了 他说人如果要用金、银、宝石 或者有人用木草和间 在这个根基上建造 那这里就说到 生命的掌大 就带来变化 那我们就成为 建造的材料 金、银和宝石 那到十六节他说 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 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 所以在 臨前三章 这里有一个思想 就是说到 在生虞里面 我们建造的 乃是神熟灵的殿 在旧若大会有意思的 是建造神的物质的殿 好了 在生虞这个建造 神熟灵的殿 里面 我们要看见 是一个生命的故事 因为我们是神的奸地 在这里看见一个变化 我们要成为 金、银、宝石 带来神的建筑 好 第一重点 如果从生虞圣经 给我们有一个启示 原来 建造就等于长大 长大就等于建造 所以我们如果要为 建造的话 我们第一项需要的 就是生命的长大 约翰一书三章九节 说 神的种子 凡从神生的 神的种子 就住在我们里面 然后 哥罗西书二章十九节 说 我们得了丰富的供应 结合一起 以神的增长而长大 我们所说的长大 就是神的自己 增加 二书所书四章十五节 就说 在一切的事上 长导他 这里长导就是长大的意思 到第十六节就说 他说 这样长的时候 结果 本于他 就是这个作头的基督 全身 借着每一丰富供应的节 每一部分 依其道量而有的功用 联络在一起 结合在一起 就叫这个身体 渐渐长大 以至在爱里面 将自己 建造起来 在这里 前面说到 渐渐长大 后面说到 建造起来 长大 就是 建造 我们需要有这个看见 当我们在这里 讲建造造会 建造造会的时候 需要 你生命长大 我生命长大 我们都需要 再生命长大 在这里就有建造 好了 以弗所书三章十七节 讲到 基督安家 在这里 给我们看见 有两个元素 第一 在这个建造里面 就是三一神 进到我们里面 以他自己作元素 这个就是基督 基督 然后他说 并以一些 出于我们的东西 作材料 来作建造的工作 所以在三章十七节 基督 在我们里面 就是我们的心 然后基督 就是安家 基督 是安家 在我们的心里 出于神的 神圣的 就是基督 出于属人的 就是我们的心 这个就和 《马太福音》十三章 杀种者的比喻 从那里看见 主自己 就说 哪杀种的 就出去杀种 那主就把他自己 当作一个生命的种子 杀在人心的土壤里 在这个里面 杀种的 就是这位基督 所杀的种子 就是他的自己 他的话 而杀出去的 杀到哪里 就是杀到人的心里面 好了 第二小点 他说 杀在好土里面 就是人听了道 领悟 结出果实 有结100倍 60倍 有的30倍 好了 所以这个种子 落到土里面的时候 他凭什么来长大呢 就是土壤里面的羊法 所以结果 种子的出产 乃是由种子和土壤的元素 所组成 所以我们看这个曼太坊 十三章的比喻里面 有落在土钱石头地的 有落在路旁的 有落在后来 有荆棘术来长出来的 不在于那个种子 但是在于他落到的地方 所以在第三小点就说 在我们里面有一些养分 是神所做 预备让他自己 进到我们里面 好了 在我们里面长大 神做了我们有力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 有人的养分 亦都做了人的心 作为神圣种子 生长的土壤 第四小点 所以我们在生命里面 那个长大的速度 亦都等于建造的速度下 不在于神圣的种子 而是在于我们供应这种种子 有多少养分 那我们供应这个养分 多 种子就长得快 并且就长得谋成 那这个就跟我们的心 跟我们的灵有关系 诗篇七十八篇 八节讲到 以色列人的时候 他说不要不自尽他们的祖宗 是还紧缚盈 居心不正 就讲到跟我们的心有关 而他们的灵 是向着神是不忠信 这样的话 神的种子在我们里面 就无法长大 到马太福音 讲到这个 诸天之国的宪法的时候 耶稣就说 灵女贫穷的有福了 诸天的国是他们的 清生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看见神 这里就特别提到 我们的灵需要倒空 需要贫穷 我们的心需要单纯 需要深清 好让我们能够看见神 好让我们能够接受 诸天之国一切生的事物 A小点说 如果我们留在云里面 就是我们天然的人类 在那里没有什么养分 为了神圣种子长大 所以鼎子妹请留意一下 在我们云里面 没有养分 叫神圣的生命种子可以长大 但如果我们得罪加强 到里面的人类的话 我们就注意我们的灵 操练我们的灵 就能够供应养分 基督就能够安家在我们的心里 所以A小点就特别要注意我们的灵 好了 B小点就跟我们的心有关 我们需要向主藏开 与主合作 彻底的对付我们的心 所以一面神用祂的自己 作元素来加强我们 另一面我们需要提供养分 我们需要提供养分的地方 就是我们的灵 我们的心 灵要倒空 灵要贫穷 心要清洁 藉着这两者 神在基督女 就在我们的全人里面 完成祂的内在建造 就是建造祂的家 好了 接下来我们就看 《以忽所书》三章的段话 在这里 保罗有一个普告 他向父屈塞 在诸天界里 以及在地上各家族 都是从他得明 到第十六节 为了要完成神永远的经论 我们需要 赴祂荣耀的丰富 藉着祂的灵 用大能 使我们得以加强到 里面的人女 这个十六节 接着十七节 使基督 正着信 能够安加在我们的心里 就是基督将祂的自己 建造到我们的心里面 这个心就包括我们的全人 心思 意志 情感 良心 很叫我们能够被充满 这个就是十九节 成为神一切的丰满 好 接着我们从歌目来看这段话 说到我们需要神用大能 加强到我们里面的人女 就指明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我们要加强到里面的人女 因为我们大部分的时候 都是活在我们外面的人女 所以在这里 使徒保罗为我们讨告 要加强到里面的人女 好了 然后说到基督要安加在我们心里 就是说到渴望占有我们心中的每一个房间 就是刚才所说的 我们的魂 心思 意志 情感 良心 这个部分 安加这个字 在原文catel 意思就是在住所里面 安顿下来 安排住处 而这个catel 这个字下 它意思就是向下的意思 当基督深深 安加在我们心里 我们就成为他的奸地 在爱里身根 并为神的建筑 在爱里立基 所以我们要将临前三章九节 以及以忽所书三章十七节 摆在一起来看 因为在三章十七节就说了 基督安加 那安加在我们心里的结果是什么呢 我们在爱里身根 这个身根就临前三章九节 他说我们是神的奸地 那个思想是一致 唯有在这个奸地 我们是神的奸地 神要在我们里面身根 然后我们是神的建筑 就是以忽所书三章十七节 所说的奈基 所以以忽所书三章十七节 臨前三章九节 就给我们看见 在爱里身根 为在神的奸地 在爱里立基 为在神的建筑 关键是什么呢 要让基督安加 这个安加是深深的安加 接下来十八节就说了 他说当基督安加在我们里面的时候 我们就满有力量 能和众星徒一同领略 何谓那个阔 长 深 高 这个阔 长 深 高 其实就是指着这位 不可量度的基督 他的量度是宇宙的量度 这里所指的阔 长 深 高 我们在教会中 我们对基督的经历 必须是三度空间 好像一个立方体 阔 长 高 深 我们的经历不是平面 不是一条线的 如果在旧约的图画下 无论是帐幕也好 无论是圣殿也好 至圣所 它都是一个立方体 而至终 在启示录 新耶路撒冷 这个神的建筑 也是一个永远的立方体 整个的新耶路撒冷 就是一个扩大的至圣所 它的长 阔 高 都是一万二千师太抵押 所以我们在这里 经历基督的阔尘深高的时候 我们就在这里 有一种立体的经历 立方体的经历 结果就是 第十九节 我们就认识基督的超越知识的爱 我们就在那里被充满 成为三一神的丰满 作为他团体的彰显 使他得着荣耀 这一切在于基督能够安加在我们的心里 就是指神在基督内 将他自己建造到我们的里面 接着来第四大点 我们看到神渴望将他自己 作到他所挑选的人里面 今天我们的工作目标 就是要将这位神 这位神今天是一位建造的神 亦是那位被建造的神 供应到我们的里面 好叫三一神能够将他自己 建造到人里面 一重点 我们在主灰伏里面的工作中 最重要的是 在那里供应 建造的神 以及被建造的神 建造的神 就是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节 在那里主说 我要将我的照会建造 所以 他是建造照会的一位 就是那位建造的神 接着以书所书 二章二十一节和二十二节 都提到被建造 二十二节 他说 你们也要在他里面 同被建造 成为神在灵里的居所 在这里 这个神建造到我们的里面 我们就同被建造了 好 第二重点 我们应当重新考量 我们为主所做的工 我们要问一个问题 我们大人归主 有多少三一神 有多少基督 作到他们的里面 这样的话 我们就需要实行一件事 就是要供应这位 经过过程 终极完成的三一神 去到人的里面 使他能够将他自己 建造到他们的人 我们都需要求主 教导我们 作这样的工作 这就是临前三章 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背景 你们是神的奸地 是神的建筑 需要生命长大 需要变化 成为金文宝石 保罗说 我作了一个智慧的公投 在根基上 叫人能够建造 第四重点 当我们经过过程 终极完成的三一神 建造治会的时候 实际上 不是我们在这里建造 不是我 不是你 乃是神 藉着我们在这里建造 我们是一个贫植 将神的自己 分次 传书 到人的里面 今天 第五重点 我们为神作公 我们应该有份于神的建造 这个建造 就是神的元素 构成到人的元素里 人的元素又构成到神的元素里 所印的经文就是约翰福音 十四章二十节 到哪日 就是主复活的日子 你们就知道了 子在父的里面 信套门就在子的里面 我亦都在你们的里面 这个在里面 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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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一神 与他所蒙简选 救赎的人 彼此的一个内住 就是神的元素 构成到人的元素里 人的元素 构成到神的元素里 约翰福音十五章四节 他说你们要住在我的里面 我也要住在你们的里面 约翰一书四章十五节 他说凡承认耶稣是神二子的 神就住在他里面 他也住在神的里面 好了 第六 终点就说 他说 当这个神的元素 构成到我们人生里面的时候 我们就在生命和圣情上 不在神格上 成为神 所以鼎姊妹你看一下 这个第三篇 它有连于第一篇 神成为人 人成为神的高峰真理 好了 当人的元素 构成到神里面 就是神成为人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 在新的宗所提示的建造 所以神成人 人成神的真理 至终达到的 就是神要得着 这个宇宙的建造 好 第七终点 在主的灰福里面 我们的工作 必须就是这个 商户构成的一部分 如果我们工作 若跟这个商户构成没有关 在神的眼中 我们的工作就是 臨前三章十二节所说 蒙草和佳 第二小点 我们的工作 若是商户构成的一部分 神就要看我们的工作 是金银宝石 至终结完成于 新耶路撒冷 因为在新耶路撒冷的时候 我们看到有金 在那里看到有珍珠 有宝石 第八 今天当我们在那里 揭力实行 神明定之路 生、養、成全、建造的时候 我和弟兄姐妹 我们有一个根基 就是这位 经过过程终结完成的三一神 他正要将他的自己 建造到他所简选的人里面 并将他们建造到他里面 所以我们的生 那是将三一神 生到人的里面 我们的样 那是将三一神 蔚让到人的里面 我们所说的成全、建造 都是将三一神 多而有多的 建造到人的里面 我们若将建造和被建造的神 供应给人的话 人就在神圣的生命里长大 那我们就在这里建造基督的身体 终结完成于新耶路撒冷 那至终 这个三一神 和孟九属的人 性的条和 双条 建造 成为了一个实体 这个实体 就是新耶路撒冷 新耶路撒冷这个建造 就是神将他的自己 构成到人里面 这个构成就叫人在生命、圣情、构成上 与神一样 使神与人成为一个团体的实体 所以请留意 不单止说 新耶路撒冷不是一个天堂 新耶路撒冷也不是神与人分开 新耶路撒冷是一个团体的实体 神与人成为一个 第二重点 新耶路撒冷是神性和人性的双条 调和为一个实体所组成 一切的组成成分 就有相同的生命 相同的圣情和构成 因此他是一个团体的人 我们有首诗歌 那里就说 神在人里 人在神 互遗居所 来藏身 人的内容 乃是神 神的表现 乃是人 第二小点 神与人 人与神 建造在一起 商调 调和在一起 这就是神建造的终极完成 第三重点 新耶路撒冷是一个构成体 是神而人 人而神 而且构造在一起 这就是神性在人性里得着彰显 人性在神性里得着荣耀 是神性的荣耀 在人性的显照得光辉烈烈 神性和人性意义者 就是一个互为的居所 神而人者 住在人而神者的内 人而神者 又住在神而人者的内 简单说 神在人里 人在神里 好 第四重点 神的元素 构造到人的元素里 人的元素又构造到 神的元素里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商户的住处 刚才我们从《药行福音》 14章20节 15章4节 那里所说过 至终 新耶路撒冷 一面是神的帐 是神的电 神的帐 就是神住在人里面 电的时候 就是人住在神里面 这是一个商户的住处 好 到第五重点 这个是主的仆人 李尚寿 在他无前的一个悲闻 这个悲闻可以代表他一生 他晚年的时候 至终的一个看见 他看见的就是这位三一神 是一位经过过程 终极完成的三一神 他有一个永远的经论 心爱的美意 经论最高的目的 就是这位三一神的自己 和他所挑选的人 至终要成为一个商户建造 到彼此的内面 就是神作到人里 人作到神里 神住在人里 人住在神里 好使他能够在基督的内面 得着神性和人性 一个调和的一个构成 这个构成 我们英文用constitution 是一个生机体 organism 就是圣经所说的基督的身体 这个身体要成为它一个 永远的彰显 并且 这个也是救属之神 和蒙救属之人 一个相互的住处 这个奇妙真宝 结构的终极完成 乃是新耶路撒冷 静传到永远